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那种碎碎念的 清明上河图的 我称之为细密写实主义的写法 语言比人物更重要 细节比情节更重要 所以他的细节多的 我觉得拍电影都很难了 我今天要找几个也非常困难 勉强找几个比较粗位的吧 里边有一个人物叫陶陶 不重要 在小说里大概排到第五第六位这么重要的 男的还不算女的 但是他有一次碰到了第二个男主角 叫护生 护生是个干部子弟 陶陶就抓住他讲街上的这些花边新闻 护生不要听 我要走了 陶陶硬拉住他 这么写 陶陶跟他说 当中是马路 男的摆蛋摊 马路对面的女人呢 年长几岁 摆的是鱼摊 护生说 简单点 陶陶说 马路上人多 两个人互相看不见 接近收摊的阶段 人少了 两个人就互相看了 护生说 啥意思 陶陶说 鸡蛋卖剩了半箱 鱼摊完全出货 汁来水一冲 离下班还有三个钟 男女两人 日常是酒 没来延续 就这样的话读了啊 到了马路 四三月经 打了护生 结果呢 护生说 乌相送鸡蛋 送小王 到着说 抽鸡蛋王有啥意思啊 到了个钟家队 您根本瞧瞧 因为心里的故啊 要车日替了 无声说 瞧瞧 啥瞧了王爹鬼 到着说 啥刚有啥意思啊 无声扣手标 到着说 咖咪王子 摄在那儿 有一个阿罗塔 也迷失了摄 提起年阿罗塔发觉 太阳越大越年 这两个人物其实在小说里 后来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后来 他们被群众集体捉奸 这个大张旗鼓 被那个女的老公脱光衣服 等等等等 这个是对于奸情的描绘 和群众如何一面捉肩 一面自己饭肩 这种日常生活的情节 所以说他像金兵梅就这个道理 这个陶陶啊 后来还贯穿小说 她的老婆叫芳妹 但是她在买衣服的地方呢 碰到了一个女的 对她很细心 常常还送她一件衣服 叫小琴 她只要想办法跟陶陶接近 后来终于他们这个经过一番 很细密 很自然 又很曲折的 调往过程 他那就带了陶陶到他住的检疫房里 说是 这个小琴进来啊 人已经不稳 贴紧陶陶 眼泪就落下来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 小说啊 反复强调 整个夜里 小琴不声不响 经常落眼泪 给人这么一个形象 懦弥团子 一直掉眼泪 使我想起文城里边 余华写的这个女主角到男的身上 像鱼儿一样到了男的身上 而这个小琴说 她想要什么呢 按照这个陶陶对护生的说法说 讲来讲去 她只要我注意身体 对待姐姐就是方媚 多多体贴 两女一男三个人 大家太太平平过生活 一面讲眼泪就落下来了 护生不想 我们知道 不想是繁华的标志性的语言 护生为什么不想呢 因为护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 但是他也不好 贸然的就来反对打断他 所以呢 不想保持一个观察 这样小说就一路往下发展 一路都写小琴怎么好 搞得陶陶就是 于心不忍 他对自己老婆觉得对不起 但是眼前这个像糯米一样 整片掉眼泪的这个女人 对他又太荣顺 叫他完全没办法拒绝 所以连我们读者 说实在话一路看下去 都在替他着急 而且呢 重心盼望着 像小琴这样的女的 跟陶陶会将来有一个好的发展 发展下去的结局呢 始方妹也发现维持不下去了 就同意离婚 陶陶呢 一方面有点欠疚 一方面又有点获得release 获得解救 就很高兴的跑去跟小琴说 小琴当然也很高兴 所以他们在家里就 啊这个跑啊闹啊 说笑话啊什么什么 但是一不小心 这个小琴呢 跑出阳台 正好有个栏杆坏了 掉下去 四楼跌下去 当然警察就要来查了 经过反复的盘问 弄清楚 这个事情不是人为了谋杀 或者怎么 那么警察呢 最后就把 因为这个小琴在上海 也是无依无靠 卖百人衣服摊 他就把他的这个遗物 交给了这个陶陶 陶陶在里面发现 有一个账本 账本里面 尖尖细细的写了一些 假日记啊 或者记事这样的话 其中就有这么一些话 记述了有一个 叫大江的男的 对他这个有意思 但是他呢 喜欢他 但是现在 不跟他多接近 然后呢 说姓陶的根本不懂温柔 但我想结婚 想办法先同居 我闲着也是闲着 要冷静 要保持好心情 等他提出离婚 不动声色 要坚持 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保持微笑 不表态 保持微笑 坚持 离婚应该快了 快了 陶陶看到此地 不知想什么了 不仅护生不想 连我们读者 看到这个地方 也只能 不想 下一次我们读铁宁 长篇小说 大玉女当中的一个细节 不仅要看 不仅要看 有点